大家好,我是Stan 因出演赫北尤里萨的厨师们 戒而连三地被爆黑料 人品翻车 导致有网友称赫北尤里萨简直就像是Tesnote 根据11月3号媒体报道 赫北尤里萨虽然已结束四周 但仍然位居话题型综艺榜首 出演的厨师们也持续收到综艺节目的邀约等 备受网友们的热议 而且受赫北尤里萨高人气的影响 JTBC的综艺Nengjangurup Takke 将于12月以全新面貌回归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 曾在赫北尤里萨获得亚军的主厨Edward里 以确定加入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但是由于赫北尤里萨的多数出演者 并非演艺圈人士 近期也出现了一些过去事件的争议 首先,最先引起争议的是 被称为韩石大师的引用署 根据10月28号的报道 引用署于2010年4月 向一位名为赵某的知情人士借款1亿含元 并签署了借据 约定于2011年4月偿还 但赵某在这期间并未收到款项 且于2011年7月去世 赵某的儿子在整理遗物时 发现了这份借据 随后联络了引用署 但仍未收到还款 赵某的儿子对引用署提起了民事诉讼 法院也于2012年6月判决 引用署续产还1亿含元 但他以无力产还为由 未履行该判决 此后,赵某的家人对引用署的财产进行了查封 并通过拍卖收回了1900万左右 不过,据报道 以用署在2014年参加了Hanshik H2 并获得冠军赢得了1亿含元的奖金 但也没有用该奖金偿还之前的债务 而关于债务争议 以用署方面的代理人表示 我们已经偿还了所有借款 这是恶意的诽谤 并预告将采取法律行动 但是,争议仍在持续发酵 以用署也下架了已拍摄好的YouTube影片 赵贝尔与莎寄金得主Triple Star 最近也泄入了私生活争议 10月30号,D社报导了前妻A女士和前女友B女士的指控 内容涉及私生活问题 米其林餐厅就业贿赂 言语暴力及恐吓等 特别是据称由Triple Star主厨 亲笔摘写的反省文中 出现了因我的私欲 要求你与其他男性发生关系的自据 而镇静了网友们 除此之外,Triple Star目前也涉及挪用公款协议 警方也已展开立案前的内部调查了 针对相关指控,Triple Star的律师主张 这些主张并非完全属实 但在爆料报的发布后 Triple Star关闭了IG的留言区 也位在自己的餐厅露面 参加赵贝尔与莎并以半番大王之名 引起关注的UbBeam 在10月11号通过亲笔信表示 怀着迁就的心情想要忏悔过去的错误 我曾经做过水果摊饭 小吃摊以及美容院等多种生意 但每次都失败 最后在2003年 我开始在微或许可的地点经营餐厅 因而被捕并被判缓刑 在深刻反省后关闭了店面 结束营业达一年之久 由于生计压力 我以妻子的名义 注册了演出展示和山市体验馆的厌务 借此规避法律 并以这种方式持续营业 直到不久前才停止 实际上 UbBeam在2015年 因违反了食品卫生法 被判处8个月有期徒刑 在上诉审中改判为缓刑 重点是 他之前也因违反相关法律 多次被罚款过 法院指出 UbBeam长期无视法律秩序 屡次被查处仍继续非法营业 或更换经营者已逃避法律制裁 非法营业累计的纯利润 达数益很远 续言成以示警戒 而UbBeam突然的非法营业告白 对他参与的节目 也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惑 特别是TVM的YouKids 在10月31号 公开了UbBeam的预告片 但TVM于11月3号表示 将在本次YouKids中 剪辑掉UbBeam的部分 决定不播出相关内容 我们来看一下红国网友们的反应 最狡猾的是UbBeam 这并不是他自己良心告白 而是因为变得有名才被解穿的 而且他并不是关闭 而是赚了很多钱后 搬到Hanong Maurer扩大经营而已 一般来说 仅仅因为经营 无许可餐厅 并不会到被拘留的地步 但正如判决书所述 他多次犯下同样的罪行 甚至在缓刑期间又再犯 这真的显得非常逼劣 UbBeam的罪行明确 所以应该受到惩罚 但Sriple Star只是私生活的问题 以永俗看起来真的很慈祥 果然外貌是不能轻信的 即使是一般人至少也应该确认 是否有犯罪记录后再让他们出演吧 这简直是Tesno的等级了 接下来会是谁呢 能够这样筛选出那些犯罪者 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 如果不是Hanong Maurer 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知道 对于Hanong Maurer出演者 接二连三的被爆出黑料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